後面我順便再補充一下 這個就剛剛講的 入接到 所以這個如果不等於0 其實是可以把它delete掉 所以這個 delete掉 OK 那如果其實不delete掉也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 好幾個版本 反正將來就是 OK好 這個部分喔 另外註解自己加一下 我就不特別加 那最後的話呢 順便講一下 如果現在像那個網路上面這種資料 包含就是csv json xml 其實是可以把它當那個什麼 網路爬蟲的資料來源 那如果像我們剛剛是怎麼樣 剛剛是 先去找到這個資料之後再把它下載下來 其實除了說台北市政府之外 其實這邊也可以直接下載 這個是 政府的開放資料 它是csv 從這邊也有 你可以檢視資料在這裡也有 按下去一樣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結果一樣 那 可是如果說我們每次都要點它下載 然後如果它有資料更新 我要再重新下載一次 那豈不是很麻煩 所以喔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來源 那我可以把這個來源怎麼樣 複製一下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連結是從哪邊喔 特別注意喔 我是從那個 你打那個Google打那個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喔 這個跟那個剛剛台北市政府那個不一樣喔 開放資料 然後點擊這個 政府第一個啦 然後輸入竊道兩個字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好像在第幾頁吧 第1還第2頁吧 就台北市的住宅 這個我是覺得 從政府的這個 開放資料平台好像比較詳細 因為 它這邊會多一個檢視資料 的地方 那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就找到 它這個連結 是放在網路上面的哪一個網址 OK 我覺得它這個比較貼心一點點 就這個 那假如說呢 你已經有一個連結的話 你要把它下載到你的那個 就是 直接用Excel當成爬蟲把它爬下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第1個 你有這個連結 第2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有一個 爬蟲的範本啦 因為這個要寫爬蟲喔 對各位來說其實 是有點複雜 所以呢 我乾脆喔 提供給各位一個 這個所謂的 下載的一個爬蟲 那這個爬蟲喔 其實你們可以從哪邊找到 從那個我們的 就是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2頁 其實就是這一段 OK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黃色區域的話 就是 就是 剛剛那個網址 所以我是把 這個網址複製 然後直接貼到這邊來 就是這個網址 所以未來喔 如果假設你要換別的資料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網址換成 別的那個喔 別的位置就可以了 他就會去抓別的資料了 那所以呢 我把這一段程式 複製 貼到這邊來 那我網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基本上喔 他抓資料的話 主要是這個with到endwith 主要是用什麼呢 用有一個物件叫做querytable add是增加一個connection是連線 這個連線的話是連到網路上面的 TEXT OK 那這個TST啦 你想說老師那不是CSV嗎 跟各位講 CSV實際上就是文字檔的一種 OK 然後把那個網址 放過來 另外的話呢 編碼方式喔 這邊950的話呢 是MSI 如果你假設你的 資料是 這個utl8的話 那可能要改 改哪一個 好像在雲端上有放 名稱叫做65001喔 OK 那為什麼我知道是 這個 不說他這邊是utl8 我等一下下載看看 看看會不會有亂碼 那如果是亂碼 記得要改6551喔 然後呢 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那因為我還需要一個區 一個路接到 這兩個欄位 所以呢 我在底下的程式喔 直接就 直接幫忙 寫這兩個 兩個欄位的插入 所以呢 在colors 有沒有 這邊E 到F 所以E冒畫F 後面有個語法叫點insert 點insert就是按右鍵插入 插入兩個空白 藍然後呢 再把名稱 區 有沒有 這個字 放在E1上面 就這邊有個區 然後這邊就是路接到 OK 所以 假設啦 我跑一次給各位看 我這邊射中斷點 OK 讓他主行好了 慢慢一行一行 OK 好 那把他執行 好 第一行的話是sales.clear什麼意思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所有東西刪掉 有沒有 這一行喔 叫sales 後面加一個點clear的話 點clear意思說把裡面所有的資料 通通幫我清空 當然clear裡面有可能會清空 包含格式喔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不想連格式也清掉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改成叫 clear contents 這邊 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的話 就不會清掉格式 比如說你有表格框線的話 那就不會被刪除 只會刪除資料 那再來底下 這個with到endwith 就是去抓資料 所以我把這個網址給他 OK 然後呢 跟他講說 distension是放在A1這個地方 從A1幫我延伸出來 然後呢 編碼方式是nsi Refresh的話 你就會把資料抓下來 OK 那各位可以看喔 他現在在轉 去轉 然後呢 去把資料下載下來了 那因為這邊還需要兩欄 所以我就是在 colns1跟f 做insert 所以你會發現啊 這邊就insert 兩欄 有沒有 然後呢 在這個名稱上面加一個區 在這個地方再加一個路接到 結束 OK 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我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不過他有個缺點啦 他就趕快跑位置 好 不然沒關係 那我就是直接什麼 就可以再把 這個等於資料就是全新的 所以 我們之前下載也是最新的 然後面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直接執行 這個OK 清除 也OK 沒問題 也就是多一個什麼 住宅 切到的這個下載 OK 我再跑一次啊 這個就把中段點拿掉了 因為有時候你程式剛開始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下 增加什麼 中段點 那他程式跑到這邊的時候呢 他會停一下 然後你就看一下 到底那個程式是 做什麼動作 如果你假設OK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中段點拿掉 OK 那就 可以再把他按下這個 你會發現喔 他就按下他 他 他就重新再把剛剛的動作 重新下載 那好處就是說呢 你之後呢 就不需要 再重新再跑 不過他有個缺點 他按鈕好像會被擠到那邊去 OK 我自己再拉過來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去 下載 不過他這邊很奇怪喔 他這邊顯示是UTE8 可是喔 我們把它下載下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知道是不是UTE8 你可以按右鍵 然後呢 開啟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記事本 其實呢 用記事本就可以知道 他是不是UTE8 怎麼知道 檔案 另存為 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編碼方式 並不是UTE8 所以喔 這個其實喔 公務員好像怪怪的 那其實這個 其實根本不是UTE8 但是 他卻標示為UTE8 所以喔 如果假設啦 我們如果不知道說 喔 其實他根本 所以以後會不會他更正 那如果他更正的話喔 那你可能就要改 改的方法就是喔 你就必須把什麼 本來950 改成65001 OK 比如說這個地方 哪一行 喔 這一行 這個地方 如果他未來真的是 UTE8的話 那你就改成65001 不過你看一下 這個清楚 假設重新下載 如果我用UTE8下載的話 會不會OK呢 變這樣 所以喔 顯然他上面的說明是錯誤的 OK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試一下喔 好 試一下喔 那 其實你們也可以用別的資料 試試看 包含就是說呢 如果你對治安有興趣的話啦 而且你們自己 當然最好如果你上班的時候 工作上也會用到這些 我是強烈建議你剛才利用上班時間 來多多練習 為什麼 因為反正那個時間 你要 你已經就是 會用到這些東西 那你不如就是利用 上班的時間喔 反覆多練習嘛 盡量 把這個技能喔 提升到某一個水準 將來的話呢 你不管是 第一個啦 對自己來說效率提升 你就會多很多時間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將來喔 你要升遷也好 或者是你要跳槽也好 當然你就多了很多籌碼 你就可以 有很多的選擇 OK 你是可以選擇工作 而不是工作來選擇你 那未來其實說真的啦 你的 薪資要能夠調 其實我覺得大問題 絕大因素還是 當然你說人脈 如果沒有 你也沒有背景 那當然你就要靠專業啦 OK 那你要夠專業的話 說真的喔 當然你要調整你的 薪資 恐怕才有機會 再不然啦 如果薪資篩沒調啦 至少你調時間吧 就是說你每天工作的時間也不用那麼累 我想這一點喔 其實應該 還蠻值得去思考的 OK 好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是 把那個 那個 住宅切到點位這部分喔 包含就是 台北市的資料平台也好 或者是說你是 這個政府 全國的喔 那你們都可以去上面找 我是建議 盡量呢 多找一些 案例喔 來多多練習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喔 就是 前面的部分呢 是 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結合樞紐分析圖 那所以呢 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要多多善用 那最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 VBA 相關程式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回去的話 就下課之後的話 建議回去再多花一點時間 那如果說假如有些細節 像我剛剛講的如果 你一下子還是聽不懂 聽不太懂啦 不會聽不懂 可能還是要一點時間喔 沒關係 你就是有問題 請各位就是在那個影片下方也可以留言一下 切記喔 那個 程式教練會寫錯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 會以為 你懂的地方啦 所以盡量有問題 趕快提出來問 像剛剛你們問的一些問題喔 好像之前也是同學的問題 就是 也是都是他們 啊 錯也都錯在那個地方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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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